主料,面粉25克,胡萝卜100克,主料,开水10毫升,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面粉加热开水和成团,放一边请一会,胡萝卜切丝带用,在枕板上撒点面粉,把面团擀成薄薄的面皮,用小刀把面皮划成4份,在蒸笼上摊好替补,水烧开后放入面皮,蒸透后小心拿出,卷上萝卜丝, 烹饪技巧,一萝卜丝是生长,脆脆的很好吃,也可以替换成其他蔬菜,爱皮能感薄一点就感薄一点,咱一般一张面皮两三分钟就蒸透了,为了防止粘连或是一张一张蒸透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